好同学们这一节呢我们先从最简单的两个组件来入手 开发我们的程序 这两个组件就是导航栏的组件和夜角的组件 我们首先看一下完成品的样子 这就是这一节课完成以后程序的样子 上面是一个导航条 底下是一个夜角 夜角很简单就是一句话 然后导航条稍微复杂一点 它是一个响应式的 当我们把屏幕缩小以后 你会看到一开始的那三个链接 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三个链接会消失掉 然后右上角会多出一个按钮来 点击这个按钮 那三个链接会以这种下拉的方式呈现出来 这是我们要这一节要开发的一个导航条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因为这一节的内容跟Angular的关系不大 主要都是Bootstrap的一些样式 我讲的稍微快一点 大家注意听一下 好我们先把程序恢复到上节课 结束的时候成去的样子 OK这是我们上节课结束的时候成去的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写代码 先从导航条开始 这些都是Bootstrap默认提供的样式 我就直接写了 有些我会解释一下 有些很很很常用的我就不解释了 这里是说 我要一个导航条 然后这个inverse这个样式是说要黑点白字的 然后fix的top是说我要把它固定在顶部 这样一个导航条 然后出来的效果的话就是这样子 这一个黑色的导航条固定在顶部 黑点白字的 然后现在我开始往上面写字 首先我需要把我程序的名字写上去 我声明一个容器 然后声明一个用来写程序名字的一个点位 然后在这里边写一个链接 程序的名字就是在线竞派 好现在程序的样子就是这样子 有一个在线竞派的这样一个链接 好下面我要写刚才的那个三个紫材单的链接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 网站意图 好写到这里的话 我们的这个导航栏现在就是变成这个样子了 但是现在它还不会这种响应式的 然后这边有个按钮出现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按钮加上 然后把它变成就是缩小的时候能自动隐藏 然后跟那个按钮关联起来 在heater这儿加一个按钮 button ok要让这个属性起作用的话 我们需要给下边这个DIV也加上同样的属性 同样的样式 然后后边还有一个 这个名字就是随便起的 只是为了让两个就是这儿 这个按钮能跟我下边的这个数据关联一下 好 这样就完成了 然后看一下效果 这儿有个按钮 就是可以来控制 但是现在这个按钮不明显 我们再来把这个按钮做的明显一点 在button里边加几个横线 加三个横线 好 现在就已经达到了我们一开始看到的那个效果 这是一个响应式的一个导航条 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内容被挡住了 因为导航条被固定在顶部 然后下面的DIV也是从顶上往下排的 所以内容被挡住了 我们在全局的样式里边去加一个样式来吧 它显示出来 在这个styles.css 这是前面我们讲过 这是一个全局的样式表 在这里加个样式 就加一个body pending top等于70 好 现在内容已经显示出来了 OK 到这里导航条是开发完了 然后下面我们来写一下这个footer 这个footer就更简单了 就是一个 DIV class 然后有一条横线 然后是footer 这是一个占整平宽的一个footer 然后就是一句话 木克网 Angela 木 文石 站 207 好 到这里我们的页头组件和页角组件就写好了 因为这两个组件里边没有什么业务逻辑 我们只是写了它的模板 控制器里边也没有什么需要绑定的 就是那些都是原样生成出来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就可以了 这两个是整个系统里最简单的两个组件 主要是为了帮大家熟悉一下模板 我们应该怎么去写 就是你可以在里边任意去写你平常写过的很熟悉的这些HTML就可以了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来写一下搜索的这个表单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再见 更多最新最前节IT视频教程 请访问自询IT8论坛 在W6.自询IT8.com